早上真的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真的不来 怎么可能不来 我先去安店厅 先上几桌东西放这边就好 他待会儿就先来搞暂停了 阿伟 怎么了 我刚才好像听到 阿伟学长 阿伟 唐叔叔 你怎么来的 我 我是来送下午茶点心 你在这儿上班 对 我在这栋道楼的浴光视频上班 这样子 对不对 对了 你跟我们家景晨 感情很好 出国 一回国就来找他 还约了他出去玩 是啊 我跟晋晨的确感觉也不错 几乎信 不是 因为 因为她是我最重视的学妹 学妹 没想到你们这么好 上次你来我们都没好好招待 改天有空到家里吃饭 好 这样没办法 麻烦 因为我最近工作比较忙 时间比较难安排 不是要你近日啦 就是你有空就来嘛 我们我们家随时随地欢迎你 梁叔叔 因为我才刚回国 要处理事情比较多 是 三个月后我要再离开 上次呢 我也是挤出时间 特地先去办法金子了 没关系 你在百忙之中 要去跟他打招呼 这已经很好了 那我就不打交你了 你忙 我先走了 梁叔叔叔再见 再见 梁特助 你背影好熟啊 我刚刚脑袋根本一片空白 幸好你反应够快 怎么样 是不是越来越佩服我了 不只佩服我 我刚刚只是随便抽你几下 你居然完全地明白我的意思 真的太厉害了 根本有毒心术 是感应 你刚才那一撮啊 让我突然产生危机感 觉得应该要拒绝 不要节外生吃比较好 不是毒心术 也不是感应 这应该叫默契 没错 就是默契 我 不过 以后你抽我的时候 我还能往上碰 下次会注意的 不过既然我爸知道你在这里 代表我妈也会知道 要是我爸妈三不五是 跑来找你约吃饭怎么办 大家已经连续吃了十天我家的点心 照理说应该吃腻了才对啊 你怎么一天到晚都还在订 梁静晨 你这个反应不对 能够让大家吃腻了还想要继续订 这就是你们家面包赢别人的地方 你应该要为这样的手艺感到骄傲才对 是 你说得没错 我爸做的面包在林里间有点想不起 我不是说你爸 我是说你 我 我之前订的下午茶 可是只订了你的跳跳躺窗里 好吃的面包 确实会想让你一吃再吃 但是 创意延续的效果也不容忽视 创意能够让客人有期待有惊喜 这也是一个面包师傅最成功的价值之一 不能忽略你自己的价值 谢谢你 谢谢你 不用谢 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要去开会了 会议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如果超过下班时间 你就先回去 不用特别的帮我准备晚餐 好 好 吗 你不用客气 你要掌握点 好 rift 行 你会 lou 好 我 �� 她就像是红豆面包一样 外面扎实饱满 内线却是柔软绵密 还带有一点甜甜的自然 家庆程都只能暗脸 妈来帮你啊 忙一下阿伟学长 真的爱上我怎么爱 她喜欢的是男人 走吧 上车 她约你干嘛 应该是想干掉我啊 想要怎么满足你了 想要误告我性骚扰 咖啡咖啡不算只能一个 很直男 等一下 你不是女的吗 你不是男人 你不是女的吗 我明白是女的 在一起 我希望女的女的